今天沒避難 剛才主導了特別禱告 一年一度的夏令會即將在六月就要開始 我們華人有一個習慣 就是到最後的時候才開始暴民 所以導致於同工很難籌備 那今年那邊的地場地是比較好 也相對的比較貴 所以教會可能要付上一萬兩千塊的補助 所以為了就是希望弟兄姊妹踴躍參加 所以今天在你們手上都有一個報名表 等一下聚會完了就直接報名 如果你已經決定今年要參加的話 讓弟兄姊妹很安心的放心的 然後目標是至少220人 如果250個人教會的負擔就少一點 所以今天我自己的禱告是希望能夠超過250 準備要去的請舉手 至少等一下就填表 那還沒去的話禱告 我們也希望整個教會能夠有一個很好的時間 大家聚在一起三天的時間不要燒飯 可以聊天可以跟上帝跟自己跟弟兄姊妹關係上 是一個更好的關係 今天我們要講到題目 會不會你進來的時候看到周報 很多的姐妹想說今天是跟弟兄講的 要不要準備離開了 還有沒有說 既然是論弟兄的禱告 那等一下講到的時候 姐妹們就開始追究 但不能這樣 因為教會裡面 聖經裡面 常常提到說 弟兄們 常常是包括姐妹們 那下一次 從第9節開始到15節 就是論女人 那弟兄不要過來 還是要來聽聽看 聖經對女人的教導事實 我們先看今天的這個經文 我們把題目定為 論弟兄的禱告 等一下我們來解釋 好 只有一節 我們把它背起來 請 我願男人 不笨怒 不爭論 舉起聖結的手 他講的是禱告 然後前面加了很多的修士 結果禱告的時候 這種男人是什麼樣 是沒有憤怒的 沒有爭論的 小字做什麼解釋 疑惑 也就是要有懷疑的 然後呢 聖結的 隨處的 禱告 這樣的話 就是弟兄的教導 那當我們讀這一段說 今天要講解這一段的時候 可能我們先 要了解一下 當時的輩子 初代的教會 不像我們有一個這麼好的 大的 教堂聚會 他們的聚會都在哪裡 都在家裡 所以家裡的客廳啊 就是聚會的場所 所以大家 這個洗地兒座也好啊 就是擠得滿滿的 在那邊聚會 那麼一般的是 在初代的教會 剛開始的時候 它也離不開當時的傳統 主要的 領聚會 領禱告的 都是誰 弟兄 所以這一段 為什麼會講說 對 弟兄們講說 弟兄們 你要禱告的時候 應該怎樣怎樣 因為很多是要 站上來 所以你用 另一種相識詞 來解釋這一句話 就是說 在教會做領袖的 你領教會的聚會 領教會禱告的時候 你須具備這樣的一個條件 就是這個意思 那另外一個情況 為什麼到第九節開始 到十五節 就馬上講論女人呢 因為真理叫你得以自由 所以信耶穌好不好 好 很多的姐妹信耶穌以後 誤解 或是說自己亂解 啊 聖經教會得以自由 本來應該女人 輸在公共場合要訴法 他不冷 他就劈頭善了 當然不是很難看的劈頭善了 就類似長髮披肩 那種飄逸很美人耶 但是在當時是不禮貌 然後呢 一聚會 你要知道 聖經裡面常常有解釋 很多尊貴的婦女信主 有錢人啊 所以一聚會的時候 早了 變成學美大會 穿這個 頭髮髮型搞這個 所以接下來保羅就講 你們不用這個外表的裝飾 就是 免得了 有很大的麻煩 下一次會講 弟兄不專心 也是一種麻煩 對不對 所以呢 當時的背景呢 姐妹們 自由了 但是呢 穿著上 外表上 也隨便 然後呢 又很喜歡 在會語場上 發表告論 講話 亂講 亂問 所以你就會發現這一段 從第八節到十五節 論男人 帶領聚會的那些弟兄們 你的榜樣應該是 然後接下來 論女人 你參加公共場合的聚會的時候 你應該遵守的是什麼 所以這是一個情形 然後第二段 為什麼講說這一段 解釋家有兩種解釋 例如說 我願男人 中文字沒有翻出來 在希臘文的前面裡面 還加了一個字 因此 therefore 換句話說 為什麼講因此呢 表示保羅前面講了一堆 講了一大段以後 因此 我希望男人這樣講 所以這一句話 是跟前面的 整個七節是有關係的 好 問題又來了 到底這個第八節的關係 是跟第一節第二節有關呢 還是跟第七節有關呢 因為四到六節是修事 神願萬人得救 不願一人承認 那這兩個 就是到底要跟隨哪一個 是跟 一你要為萬人禱告 做 第八節是 接著那個禱告來講 還是第七節 第七節是說 我為什麼蒙昭 做傳道 然後呢 我希望來教導你們相信 學習神道 關句話說 每一個人學習神道的當中 應該要有這個態度 應該要有這個態度 所以解禁家兩種的時候 但我們認為啊 更好的方式就是 這兩個都可以合在一起想 合在一起想 也可以說 對真理的認識上 或是在糾導上 也應該具備這四個條件 這有點複雜聽得懂嗎 記得就是說 講這個是跟前面有關係的 因此 所以保羅有一次很深的勸明 今天的經文不難解 那弟兄姐妹一起看 我願 我願 他裡面有很深的期盼 男人啊 弟兄啊 領袖們啊 我盼望你們 禱告的時候 是能夠舉起聖節的手 隨時禱告 舉起手 舉起聖節的手 這個意思 那由他人呢 禱告的時候 是很多姿勢的 比如說 站立 像很多時候 很多的教會在禱告 不可以做 你禱告 站立 還有一些教會 讀經也不能做 因為神的話 很恭敬 都要起來定 那我們的教會 是有站有做的 站著是表示 你對這個 禱告的對象尊敬 所以站著禱告 那還有呢 是低頭 站著 站著低頭 表示裡面的降伏 我在這邊承認你的偉大 我降伏於你 還有一種是跪下 那代表的是更大的謙卑 還有一種是整個無底投地 扶扶 爬在下面 那表示 你對上帝 完全的敬畏 那這邊呢 有舉手 也是猶太人的第一個指手 那這個舉手呢 是代表的仰望 期盼 等候神話 所以禱告的時候 上帝你聽我禱告 我盼望你來工作 那他講完 講舉起手 舉手禱告的時候 他中間又加了修士詞 聖經 聖經 所以呢整個禱告很重要的 首要關鍵 任何一個人的禱告 無論你是趴著跪著 低頭 舉手 離不開聖經 所以保羅呢 就把這個字放在裡頭 有這樣人明白呢 在禱告的時候 傳統上 有指定的時間 有指定的知識 有指定的這個 禱告的內容等等 這些都好 但是 如果你禱告時很美 指定的時間按時禱告了 但是 如果是不聖結的時候 所有的都往南 代美的禱告時都沒有意義 所以禱告很重要的是什麼 一定要回到最原始點 聖結的神 跟一個誤會的人 怎麼能夠結合呢 我們必須無罪 我們必須離罪 我們必須對付罪 然後我們嘗試 得到神的赦免 跟神清靜 所以呢 以賽亞一章十五節 我們念這一節 請 你們舉手禱告 我比睁眼不看 就是你們多多的祈禱 我也不聽 你們的手都滿了 殺人的血 你殺人的血 然後舉起手來禱告 上帝更不聽 所以這裡面有反應說 如果我們 一方面注重罪孽 然後我們用一方面禱告 神不聽 神不許願我們所行所做的 祂是不會聽禱告的 所以一個 要禱告的人 要站在台上領禱告的人 他必須有存潔的 心思的存潔 有動機的單純 有行為上的清靜 那這個禱告 神確定 旧約裡面 有一個會幕 或是聖殿裡面 要進去至聖所 聖所之前 最外面有一個地方 他擺了一個盆子 上面裝水 祭司代表的老百姓 獻祭 要進去禱告 之前 首先要做什麼 洗手 那個象徵意義 就是我們人是不乾淨 我們常常會得罪神的 所以我這個時候洗手 來表明我侍奉神的人 我是一個純淨的心靈 是具備聖結的條件 來清靜 來清靜 所以詩篇裡面 我們常常禱告裡面 誰能登耶和華的山 我們今天來做禮拜 一起登耶和華的山 誰能登耶和華的山 誰能站在他的聖所 就是所節 心情 心靈 不向虛妄 啟示 不懷 詭詐的人 所以這些呢 都是攔住我們 假如沒有拿掉 我們不能登耶和華的山 我無法進入神的聖所 以賽亞五十九 第一節 五十九章第一節第二節 也有這句話 耶和華的膀壁並非縮短 不能拯救 耳朵也並非八成 不能清見 所以今天我們禱告沒用 原因在哪裡 是因為我們的罪孽 使我們跟神隔絕 你們的罪惡使 使神淹滅不清我們 所以親愛弟兄姐妹 這一點常被我們忽略 可能我們沒有到殺人 可能我們沒有到那些犯法 那麼大的罪 但是如果我們看羅馬書 看許多保羅書信領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常常講裡面的驕傲 嫉妒 自意 不滿 憤怒等等 一樣在上帝看 我們一方面做主人 罵人 一方面舉起聖結的時候祷告 神怎麼可能聽 所以今天祷告 神有沒有在我們的念中 側耳而聽 是我們有一個很大的責任 是不是我們滿了污秽 心裡滿了情慾 但是我們已經沒有感覺了 我們還是會習慣來祷告 因為這是基督徒 因為這是我們適奉的習慣 但神是見察人心的 祂也知道我們 所以這一個對我們是很重要的提醒 有一個六歲的孩子 很可愛 每天爸爸一回到家的時候 只要一進門 他在家看到爸爸 他就衝不上去 爸爸啊啊啊 就抱著 抱著爸爸 所以爸爸下班的時候很窩心 一個六歲的孩子 這麼乖 這麼好 所以爸爸就會抱他 有一天爸爸學的時候要靠上他 沒事回來這麼乖 所以就買了他喜歡吃的巧克力啊 糖果啊 所以那天啊 爸爸很大的期盼啊 他今天看到我手上有巧克力 他衝得更快才對 爸爸啊 可能叫得更大聲 結果呢 一進門的時候 孩子遠遠的站著 就叫他 爸爸回來了 孩子在那邊 不動 很奇怪 而且還故意晃一晃 巧克力真的 哎 結果就是不動 完全違反了過去 他那種習慣 那種很可憐的樣子 結果爸爸放下去以後 就走過去了 哎 要抱他 他這樣退兩步 兩隻手放在後面 結果爸爸就想 幹嘛 一看 原來爸爸回來前 剛剛在院子玩泥巴 兩隻手髒了 兩隻手都是很髒的 所以他不敢抱爸爸 他把爸爸的衣服 把爸爸的這個褲子弄髒了 我們覺得這孩子還蠻可愛的 真的 他知道手髒的時候 他應該不要抱爸爸 臉得像爸爸的衣服弄髒 但多少時候 我們跟孩子不一樣 我們手很髒 我們的心也很髒 但是我們一點都沒有慚愧 所以還來抱上帝 對不對 我們可能是這樣 所以至於這一節 我怨 我怨 弟兄啊 男人啊 你在帶領教會聚會的時候 讓自己守結神經 讓自己能夠毫無難阻 可以親近神 這應該是我們第一個要件 第二個 去具宣教的心智 因為假如我們剛才講 跟第一節呢 跟第七節呢 這個就是關係了 因為前面你要為萬人禱告 要為做在高位的禱告 為當國王的禱告 目的是什麼 希望有一天全國 全世界 所有的人 都能夠親切書嘛 所以我們說這一節 跟哪一段比較好 事實上也都有 都有涵蓋 隨處 他說 我希望男人舉起聖結的手 隨處 禱告 那問題是什麼叫隨處 隨處 隨處呢 在這裡面 你可以有兩種的解釋 一種是屬於非自意 就是說不是自意 自意面來看 因為呢 隨處啊 假如我們不是隨處禱告的人 可以反映出我們的靈命狀態 可以反映出來的 怎麼說呢 比如說 這個屬靈生命 隨處表示 地點上 場所上 或是說 時間上 是經常性 而不是固定 好像只有禮拜天來了 一個人只有禮拜天 禱告一次 他屬靈生命怎麼樣 就很糟糕了 如果一個人 在禮拜天前禱告 週間 上班的時候 出差的時候 開車的時候 隨處 他都會禱告 這個人屬靈生命 是好的東西吧 對不對 所以呢 不再自意來解釋的時候 表示這個人 是一個成熟的基督徒 樂於禱告 樂於清靜神 隨時 隨地的禱告 所以佛所書就講了 這句話 保羅說 靠著聖靈 隨時 你看時間 多方 無論次數 很多情況 祷告 祈求 而且在此 警醒不見 會眾聖徒祈求 所以不管我們 事奉的人 是多麼的努力 用心 但是我們的 祷告 如果不是隨處 包括你的師導 包括教會的功德 小心 那這一句話 也對我們很深的提醒 不只是對弟兄 不怕你是隨處祷告的 這我們屬靈生命的反應 另外一個 它也表明是一種屬靈的態度 一個隨處祷告的人 表示可能有難處的時候 可能順境的時候 逆境的時候 但他相信神有能力解決問題 所以知道自己不行 他懂得依靠 他會謙卑 所以這都是生命上 反應出來 對神的屬靈態度 屬靈態度 所以祷告 不不要把它變成一種形式 老是要求我們來祷告會 如果你祷告會來了 行不在 沒有那種 對神的理念觀念的話 這個態度生命不對的話 即使我們人來祷告會 也沒有意思 所以理念是對上帝的 完全信任 完全信徒 完全依靠 這才是我們真正 祷告上具有的本質 本質 有人說祷告像呼吸嗎 我們不可能不呼吸 對不對 祷告既然像呼吸 那我們不祷告 那等於就不呼吸了 那不呼吸又麻煩了 那我們屬靈生命就停了 很多時候暗民是活的 其實我們已經死了 所以這個是第一種解釋 第二種呢 他強調了一個普世宣教的責任 隨處Place 那是講地點喔 我今天出差到紐約 隨處我在紐約為紐約導告 我現在出差到非洲 我會非洲禱告 那是不是一種宣教啊 你進到這個環境 進到這樣的一個情況裡面 我就為這個國家祝福 我就為這邊的百姓禱告 所以有人吃飯 我也有慢慢被提醒 有時候去餐廳吃飯的時候 為那個餐廳祝福 為老闆禱告 為員工禱告 有一天 因著 有什麼樣的情境當中 他們也能夠認識什麼 隨處 這個一個含義 所以你在隨處 這個給我們提醒 是一個宣教的責任 延伸第七節講 願觀人得救 明白真道 進入救恩裡 所以馬拉基數第一章 十一節 我們一念前 萬卷之六條法說 從日處之地到日落之處 我的米在外方中必尊於大 在各處人必奉我的米燒香 現已竭盡的共同 因為我的米在外方中必尊於大 看到 他今天在各處人必奉我的米燒香 詩篇裡面我們提過燒香就是什麼 禱告 禱告就是燒香 所以假如在各地我們就禱告 然後這些獻祭敬敗 這些人就因我的名認識我 讓我名得容量 在外方中被尊為大 所以隨處 這個提醒我們 是一個關心神的事工 關心未得救的靈魂 所以我們願意常常為他們祷告 所以我們常常聽到宣教跟祷告分不開了 一個好的宣教的教會 它的祷告也很強 一個常常祷告的教會 它的宣教也不弱 那今天我們可能都弱 可能就是我們祷告還不夠 所以每次宣教室來我們也為他們祷告 跟你們還是沒有意願 甚至哪說一年就那麼兩次 但是三次我們都抽不出時間 四次虧欠 這是在主面前很大的一個虧欠 求生真的讓我們特別服侍的人領袖 如果你是教會的領袖 講來你也無法逃避這個得勝 在上帝面前的一個要求 第三 需具溫和的性情 因為前面一開始他就講這句話 我願 男人是 禱告的時候是無奔弄的 沒有奔弄的 這句話很奇怪 為什麼會加這一句 在聖經裡面 我們知道憤怒 這個是上帝造人的時候 人也犯罪以後 好像免不了的一種情感表現 我們當中沒有發過脾氣的有嗎 都發過脾氣吧 現在不會發脾氣 大概已經中毒生病 躺在醫院那個 罵他打他 他都看著你 不哭不笑的 那不會生氣 那如果我們正常還會活動 我們難免生氣 耶穌有沒有發過脾氣 保羅有沒有發過脾氣 那你怎麼解釋 那耶穌都沒做到 保羅也沒做到 但不同 這兩個有很大的不同 因為呢 譬如說 耶穌的發怒 他沒有站在任何個人的問題 需要立場上 而是站在真理的原則上 是譴責罪惡的立場上 他發怒 所以我們講的是意義 神當然我們有時候也會這樣 假如是這個 神就追究 怕的是什麼 常常所謂憤怒是因為 對方不配合我的思想 對方不配合我的行為 而導致於我情緒上的反應 這個上帝要我們避開 因為有時候我也講的話 你也不喜歡 所以我不能說 因為你不喜歡我的建議 你不喜歡我的想法 然後我就發怒 好 開會拍完桌子 罵完你 然後舉起聖結的時候 禱告 然後上帝覺得 掩耳 不會聽嘛 不可能嘛 上帝說等等 獻祭之前 先去跟弟兄們和好 是不是 把金獻上 你知道耶 但是你看我們讀金解金的時候 我很容易講 但多少時候 我們就不斷的在這裡面出現 所以保羅在住在家 一開始就提醒 我願男人 記得 你每一次舉起聖結手 禱告的時候 你檢驗自己 心中的情緒 你檢驗自己 是不是為 你個人 為很多 不是真理上發的脾氣 男人跟女人 誰比較容易發脾氣 一定也有例外 一定也有例外 也有女弟兄女漢子 也很強的 但基本上 比較會發脾氣的 不是 前面坐在帳戶旁邊 都不敢講話 你也不知道誰會講話 一般來講 在男女性格的特性上 男的 是比較容易生氣 比較細心溫柔的 常常指的是姐妹 姐妹們 同意嗎 那不敢講的 自己也要檢討 可能在家都是比較凶悍的 一般女人真的是比較文靜 你看 孩子剩下來兩三歲三歲到五歲當中 這個性格已經看出來了 小孩子去逛兒童玩具店的時候 你看他買什麼 男孩啊 槍啊 槍啊 你們都買過 刀啊 槍啊 對不對 姐妹們 小女孩呢 娃娃 娃娃娃 如果反過來 你也要有一點擔心 小男孩說每天要買洋娃娃 所以這也是一個很普遍的 每個家庭都會出現 所以男人呢 小孩啊 一樣 他的特性來說 就比較屬於容易房子 情感上 所以這個我們在教會就要小心 所以既然我們有這個所謂的弱念也好 弟兄 在你領聚會的時候 在你禱告的時候 你有沒有想過 那些常常導致容易生氣憤怒的東西 那個個性 那個脾氣 有沒有對付 不要讓你這個憤怒的情緒 失去了神 與家蘭教會同在的條件 所以這個很重要 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個性脾氣 情緒是人外在的象徵 但是控制好自己情緒 卻是內在的能力 所以那個能力變成屬民狀況 外在的學習 來條件 是可以改的 你像約翰本來的個性 好不好 異怒 他是雷子 耶穌 既然撒馬里亞不聽 你要不要這樣一把火 乾脆燒掉撒馬里亞 那一種 但是他最後被這座愛的使徒 所以他性格還是可以被調整 可以被改變的 所以當我們每次出來服侍的時候 所以我們常常跟基督徒講 當我們信主以後 我們就不能講一句話 說我的個性就是這樣 我三十年前五十年前個性就是這樣 老娘就是這樣 不行 一心不能這樣講 那表示聖靈勝不過我們身上的荷爾蒙 對不對 假如聖靈真的改變我們人的話 再壞的脾氣 再壞的歌姓 除非你不降伏在聖靈的引導之下 假如我們是真正跟聖靈配合 降伏在聖靈的引導 我們的性格越來越像中 越來越好 合乎主義 一個副總裁 他本來脾氣也是很壞的 後來他去上了一些課以後 他突然之間好像有一個體會 他發現我每次進公司的時候 如果我帶著弄起 你可以看到整個員工 沒看到他 哎呦 就緊張了 低著頭 在自己幹自己的活 總裁就這樣躲著他 他自己檢討了 他發現 整個公司工作的氛圍實在不好 所以他上完課 他給自己提醒 我每一天 近半更日的時候 我一定要保持一個 樂觀 積極 笑容可掘的態度 來面對我的員工 他開始改變 哇很好 所有的員工一進來 第一個 先看副總裁今天的表情 假如今天副總裁來的時候 門打下 打招呼 很和善 你發現整個辦公室 那個工作的氛圍 是輕鬆的 是愉悅 晚過來的 如果老闆進來的時候 每個人都要招牢 今天不知道哪一個要倒霉了 大家就緊張了 你發現這樣的公司 這樣的員工 不會帶出好情緒的員工來 很難讓許多人在這個公司待久 他只有有更好的時間 更好的機會 吼 跳槽 離開 教會不常無論如何 假如我們的教會 一進來 那個又得罪我 那個我得罪他的 都不能講話 你說反正來做禮拜 就是單單嗆著神 那完了 所以木道友很厲害 他不是先聽講到 他都已經看我們的表情 然後每一個來的時候 你看都是很嚴肅的 他下禮拜就換教會 玩那麼多教會 他就一直換 反過來講 教會真的是很清潔的 很和尚的 弟兄姊妹 真的是清楚的 愛流露出來的 你覺得呢 他跟著還沒聽到 他立下決定 佳南教會 就是我想要找的教會 我想留下來的教會 阿妹嗎 阿妹 所以今天等一下 吃飯的時候 多一點笑容 大家多一點清潔的打招呼 讓佳南教會更可愛 帶著更可愛的起來 家庭萬世青 這我們都會念 都同意的一句話 注意看自己去 如果兄弟互相怨恨 受傷的是誰 父母整天要勸家 不是我們生的 怎麼這樣子呢 是吧 夫妻如果互相怨恨呢 受傷的是孩子 從小就沒有安全感 爸爸要打架 媽媽要打架 你看 他就很害怕 受傷的人 政要互相怨恨呢 受傷的是百姓 兩個政黨互相攻擊等等 這百姓也沒有安允之 人人互相怨恨 受傷的是自己的罪 你恨所有人 你也恨可能 是所有人最討厭的那個人 經理學家曾經做過測驗 那孩子說 全班你寫出 最不喜歡人的名字 有人想了半天想不出來 有人噼哩啪啪啪寫了二十個 後來交件的時候 你發現寫最多那個 也是全班最討厭的那個 你這四個成長 你想想看喔 所以這個 我們的敵人很多 很多時候是要檢討自己 實體互相怨恨 受傷的是 教會 神的名受羞辱 所以求主幫助我們 改造我們 教會都是一群蒙恩的罪人 我們都不完全合作大教會 我們都被主救恩 而碰在一起 我們有自己原來軟弱的個性 但是我們信主 跟隨主以後 學習彼此接納 一起參與聖誡 不能跟沒信主前一樣 如果我們的查經 禮拜五的聖經知識 都很豐富的查考 不能應用在生活生命上的時候 這些聖經知識 就叫我們自高自大 一點意義都沒有 真正的查經是叫我們活出來的 叫我們活出來的 我們需要品格 有沒有注意到 常常聖經裡面提到屬靈品格的時候 我們可能想到比如說溫柔 良善等等都對 但是如果你要知道一個人 是否溫柔 請問需不需要時間 你不可能第一天見面 第二天見面 你就知道這個人很溫柔 不要給他的外貌騙 對不對 你知道他的屬靈品格 可能相處以後 你發現吵吵起來了 你看他都不講 你觀察到 但是 有一個證明我們品格的東西 是馬上可以看見的 就是你我外在的情緒 這個是指出我們的性格的路 但是是門面 所以你發現 剛進來的時候 你今天被激怒了 你開車被撞了一下 你在家會不如意的 弟兄姐妹新朋友剛好來了 碰到你了 你外面那個情緒 就指向你要走向的屬靈品格 那個是直接馬上影響的 所以求主保守 我願 男人是沒有憤怒的 常常舉起聖結的手 隨處禱告 第四個 要有充足的信心 因為他講 無憤怒下面講 無爭論 如果你有聖經 你看小字 那個爭論的後面 另外一種翻譯 疑惑 這個字出現在聖經十四次 只有兩次是翻譯成疑惑 他原來的字是什麼 心裡的意念 惡念 裡面的那種所謂的叫什麼 議論 有這邊 所以這句話 為什麼有爭論 也可以翻譯 疑惑也可以翻譯 他整個的意思是什麼 因為我不相信 因為我裡面有疑惑 導致於我跟你之間衝突了 而引發不必要的吵架 原來整個的意思是這樣 所以假如這一句話 來解釋的時候 他就有一種情況 保羅說 我希望弟兄們 你在領聚會的時候 你領公共禱告的時候 你在教會帶領的時候 盼望 你自己要先贊 因為初代教會 當時有異端就進來了 他傳的是很多四歲而悲 違反真理的道理 所以很多人聽一聽 好像是喔 好像不是喔 然後呢 就 教會弟兄姐妹之間 就開始有吵架 那個吵架的原因在哪裡 他自己對這個信仰都沒有確實的根據 所以保羅講 將來你如果要禱告 你要領聚會 你應該堅定信心 沒有憤怒以外 而且你是堅定的信心 沒有疑惑的 不爭論的當中 來領聚會 所以這個就很重要 這個就是我們個人屬靈上 生命上的一種追求 一個人的信心 上帝請你給我信心 你只能說上帝你加聽我的信心 信心是要你自己跟上 反神反應 多少時候 我們就說 還要你要禱告 禱告變成試試看 反正都求了 他說你給我禱告 一方面也會到禱告 他說 上禮拜你沒來 你去哪裡 我去拜關公了 看關公領不領 那他真的好的時候 到底是關公依你 還是耶穌依你 所以他就變成 都是這個 那不對 假如今天我們真正的尋求神 你就要拋棄所有的偶像 單單的相信神的作為 保羅說你真的要領聚會 你對神有絕對的信心 是這個意思 這個霍特他講一句話 疑惑的人 就一個醉酒的人 走路七歪八道 而且更可怕 不知自己要走到哪 假如沒有信心禱告 你在求什麼 你自己都不說 所以如果我們相信求 相信神的作為 那這個禱告才有意義 才有意義 一下相信 一下懷疑 內心沒有定見 人云亦云 雅各就說什麼 好像海裡的什麼 歐浪 翻騰覆矣 這種人就不配在神面前得著死 疑惑 這個字哈 他的用意還不只是觀念思想上的懷疑 一個人你會疑惑 表示你對神的專注 那個忠心出了問題 很多時候我們不信以為 就是好像我們說 觀念上不信啊 信啊 不是的 而是我們原本信了 但是不專注 不始終如一 而導致出來的一個問題 想想看 我們在走信仰道路當中 我們是效忠於神呢 還是效忠於馬門呢 馬門是什麼 錢 你今天為什麼沒來做禮拜呢 剛好有一筆聲音 我要簽約 我要跟人家買賣 你是因為效忠神呢 還是 你今天為什麼來做禮拜 最近都沒有聲音 沒什麼客人 那你有空來做禮拜 是不是 到底你效忠的是哪一個 你相信神 衛陽 經常在飛鳥 他也看過我們每一天的生活 他從信心帶出來的 上帝教的是這個信心 你是追求神呢 還是追求世界 所以有人為什麼信主信的不好 一手抓著天堂 一手也抓著世界 活著的時候想當財主 死了以後想當拉薩路 死了以後想當拉薩路 死上又想撕破了 哪那麼好 是不是好的都給你挑啊 順服神呢 還是體貼肉體呢 你發現這些都跟今天講的以後是有關係的 充足的信心是蒙恩的基礎 但是不要忘記 充足的信心也是得勝的條件 我們過得救的生活 也要過得勝的生活 兩個都離不開心 所以這個信心是一生的功課 完全專注於神 莫拉講這句話 焦慮的開始 常常是我們信心因為結束 沒了 反過來呢 一個人信心的開始 我們的焦慮就會拋棄 就結束了 所以常常用信心而活 是一個過得勝生活 必要比較多 戴德山 少禮拜 我們看影片的時候 也特別介紹了這個偉大的內地會 充滿了人訓教師 他講這句話 信心 就是禱告之後 你完全就相信他 然後呢 還沒有實踐對不對 你用讚美跟感謝等候他 這是他有一天講道的時候講的 什麼叫信心 你沒有看見 你還沒實踐 你也不知道怎麼會 神怎麼成就 然後你就完全就相信 那你用什麼方式來證明你相信 你就讚美 你就感謝 還沒得到你就讚美 你就感謝 這很難吧 真的很難 但是他講話就提了 而有一天啊 有一天 他太太說 欸 家裡人的麵乾 麵粉沒了 空了 一天啊 他就摸摸自己的口袋 糟了 也沒錢了 拆會的錢也還沒寄 現在家裡也沒有麵粉 結果呢 太太就開她的玩笑 她說 親愛的 今天是你表現的時候到了 請你實踐你的講道 你不是跟敵人也沒講嗎 禱告以後你相信嗎 你用讚美感謝等候神嗎 你還說一起唱詩嗎 你去吧 面對著那個空的麵乾 唱歌吧 唱讚美詩吧 哇 戴著聲 滿臉痛啊 心跳下去真的 唱完麵粉還是又沒來 麵乾還是空的 怎麼辦呢 對不對 戴著聲笑一下 然後她就說 哈密請拿著太太 我可以為麵乾 空麵乾唱歌 沒問題 但有一個條件 夫婦成為異體 你要跟我一起唱 我們兩個一起唱 結果太太也笑了 就說 ihjia 兩個人就面對空麵乾 唱 讚美神神 萬不之歌 唱 閃音眾 唱完兩個人互相笑 當天什麼事都沒有 第二天一早 饭了门 既然有一家的 这个杂货店的老板 送了一袋面粉 他说有人要我 送给你 就走了 代理生在后来 日记上写的时候 这个人一直都不知道是谁送的 但是感谢神 他唱完三一送你 我第二天面粉来了 很多时候我们要去经历神 不是说你主啊 你给我好好来赞美神 你已经得到了 那就不叫信心 信心是你没有得到 就像那个西伯来书十一章一节讲 所望所盼望之事的实力 未见之事的 确据 是很有把握的 相信这位神会给 保罗说我愿 我愿 男人 弟兄们 在你领公共祷告的时候 你在领公共聚会的时候 当你要为大家一起做祝福祷告的时候 记得把信心给放上去 还记得这四个吗 今天要讲的这四个 公道必要的条件 第一个要什么 圣经 第二个呢 要记得要有宣教的责任 第三呢 不要带着笨 第四呢 不要带着疑惑 不要用信心 我们看结论 这一句我符合祷告的要件 神为什么听 为什么不听 神祝不祝福 很多时候 我们没有旅行条件的时候 我们大声的呼唤 就没有意义 所以这里面 记得 祷告跟 神节有关 祷告跟 宣教有关 祷告跟 品格有关 祷告跟 信心有关 自己现在最缺乏的是哪一个 都缺乏 一起操练 第二个 明白身为弟兄的责任 今天既然 一开始我愿男人 虽然是 这个教会里面有男有女 但是你发现这句话 真的是对弟兄说的成分大的 所以弟兄要知道 神造男造女的时候 神把我们放在首要的地位 所以有一个 叫比勒波 他讲了这句话 他说教会的弟兄如果复兴 就说弟兄带头 成为教会 成为家里的头 那教会复兴 如果教会复兴 美国就复兴 如果美国复兴 全世界就复兴 他已经讲了这句话 所以现在我们常说 全世界愿主你再来 你复兴全世界 首先要复兴的是谁 弟兄们 弟兄们 请答 首先要复兴的是谁 姐妹不要暗爽 但是弟兄的确你要带头 你要在属灵上做榜样 很多地方有时候姐妹还说 别去啦 你太累了就怎么样 不要参加了 弟兄们你不要被影响 弟兄在属灵的时刻上一定要站出来的 弟兄复兴带出教会复兴 教会复兴带出美国复兴 美国复兴会带出全世界的复兴 求主帮助我们 讲一个公道不是那么容易 但是他有很多的要求条件 让嘉南教会明白 懂这个以后 我们走进神的祝福里面 来没 我们唱这首歌 我们唱这首歌